Alan想问微软 他说第一季指引也不错 包括云计算方面 也会有快速的增速 他说现价能否买入呢? 其实我跟Apple的态度是一样的 很鼓励做一个真心的分段收集 甚至在价位上 也不需要加太多的科技讨论 或者一些阴谋论下去 总之就是回到差不多 把区间做一固一固 医药去到某区间买一口 或者留意一口 我觉得真的相对来说很舒服 做这类似的美股 而我们再讲讲在前景性里面 我们也相对比较乐观 因为在云计算上面 第一来说增长性有这么大的规模之上 其实增长性相对来说是这么强 我们来说是一个因素的事情 你也可以看到是环球的 在那个购物计算里面 那个是云计算 那个是续续取代 传统的所谓的科技 或者IT的商业模式 其实来说是进程仍然是加速 而第三 大家都有一个尝试 就是云计算 特别是重资产类的云计算 其实来说都是一个 CAPEX的投资的过程 如果根据是自然的 是所谓的企业 或者是自然的扩大 或者是进展的定价权 是掌握了在几家大的公司手上里面的话 根据商业的定论 它的Lag Perfor Margin 就会慢慢地提升 所以就变了就是说 当那个营收增长的提速 Lag Perfor Margin 不断地提升的话 那个盈利几何向上的速度 是很恐怖的 这个随时可以说 如果我假设未来幻想 它那个云计算的复试增长 也有40%的 同时的Lag Perfor Margin是改善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它未来三年 就是那个部门的盈利的复试增长 就如果你认识少数学 你就知道 肯定不是复试40%那么少的 这个得出来的盈利 可能是复试70% 因为再说一次 是Lag Perfor Margin不断地改善 因为Economy or Scale 是可以改善的 那变了就是说 在整体 无论在那个传统的 是所谓的Office 那些这样的SARS的服务 是一个终极的cash card 那再加上这个云计算 一个很高的 是所谓的 不是长期饭票 而是旗票 直接来说 已经是近乎兑现的 所谓的一个支票check 然后再加上 是游戏 一直来说的长期的增长 再加上很多 根据强大的 所谓R&D 将来也是很高 可以保证有些黑科技 或者是对于元宇宙 一些是所谓的 新的所谓的业务 的所谓的亮点 我都很相信 作为一个科研为主的 Microsoft 亦是很大机率可以做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股价是有一个 充满一个前景性 反正就是说 如果这些企业都不行的话 其实其他一些公司 你投下去 你的输率都会大 所以是一个很正宗的隔壁投资 好 有朋友想问Apple 他说之前听完你推介 就160元买了 那我帮他多谢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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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